好 謝謝趙培 那麼武漢爆發的肺炎疫情和中共官員的隱瞞 引發了湖北民眾的不滿 他們在海外退黨網站上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楊陽說 我是湖北人 這次發生在中國湖北的疫情 是天災加人禍造成的 官員們為了政績隱瞞實情 草菅人命 在關鍵時刻還每天歌舞聲平 空喊和諧 中共的行為令人作偶 天滅中共 化名求生的武漢民眾說 我是在武漢打工的 現在出現了發熱咳嗽 腹泻已經兩天了 去醫院找不到醫生 只好在藥店裡買一些藥物治療 也不知道是不是得了現在流行的傳染病 看到很多的病人在痛苦中 也沒有醫生給治療 我不甘心這樣死去 就給一個同學打了電話 他聽到親戚說 退出黨團隊能保平安 詳細的也不敢在電話裡說 這裡已經無法上網 只能委託我的同學發表退團聲明